Hello,大家好,我是吴小黄 很高兴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 那么现在小黄所在的就是我们阿尼亚 所打造的一款新全顺中轴中井的阿瑞斯布局的房车内部 那么对于这款布局的话 在我们车友的一个要求下 我们又根据它的需求做了三方面的调整 首先的话,咱们先简单的看一下这辆车 这辆车是基于新全顺中轴中井的几盘打造 长关高尺寸分别是5341-2032-2600 在车身颈部我们增加了一个车颈帐篷 可以容纳两个成年人的睡眠 车身侧面颈部安装了一款制洋棚 打开之后长度是2米5,宽度是2米 原车的玻璃我们也更换成了听拿窗 然后重力夹水口在我们后能的前方 驾驶室我们沿用了原车的内饰 在中控收音机的位置 我们更换成了菲尼普的导航 这辆车搭载的是2.07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的是5速的手动变速箱 驾驶室有三座 整车共进六座 那么现在咱们打开中门 看一下内部的大概构造 中门进本位置 我们设计了一个12伏的冰箱车载的 然后对面的话是一个附近的大的卫生间 卫生间的长宽尺寸分别是85公分 整个卫生间内部也是都做了防水处理 配备了便携式的马桶 然后转角的位置 我们安装了一个洗手盆 这个淋浴喷头也是可以抽拉的 然后内部的背托 毛巾架 以及储物格 也都是具备的 然后在卫生间侧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门板 这个门板的话实际上 是通向前部车顶 也就是说驾驶式顶部的一个储物空间 可以放一些大型的 比如说被单被入 由于这段车配备的是一个家用的变频空调 所以我们将后部汇客区的台面 提高了24公分 用于安装我们的家用变频空调的外机 那么后部整个是一个L型沙发 左边的话是一个小的储柜台面 上面的话包含洗手盆 电查具和背托 汇客区两侧原车玻璃改成了推纳窗 然后配备了相应的一个内窗 带防纹和隐私的双重功能 然后在我们车尾顶部 可以看到这是家用变频空调的内机 在炎热的夏天 家用变频空调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这里再强调一下家用变频空调的三大功能 第一 智能效果好 其次静音 紧接着它的能耗非常激 我们的键池系统也是放置在这个台阶内部 是配备了一个400A的前三键池 能够满足您一晚上的空调用件 打开我们 橱柜侧面的小桌板之后 就形成了一个五人会客区 能够满足您所需的娱乐 以及就餐的一个功能需求 后部的L型沙发简单操作之后就变成了一张 一米八三的长 一米四宽的一个双人床了 那么小黄对于这款布局的评价就是简约而不简单 非常的实用 在我们长途旅行的时候 可以将后部的一个会会区域 长时间保持为一个大床的状态 这样就免去那每天来回铺床的一个烦恼 在我们日常通勤过程中 直接让它保持成一个L型沙发的区域 那么也非常具有一种商务氛围 现在小黄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一辆正在改装中的同款布局 但是在三个方面进行了一些调整 也是根据车友的切实需求来改进的 车友选择了黑色的车身 更加的富有商务气息 不同于前面的一辆车 这辆车搭载的是2.07的汽油发动机 匹配的是六速的自动变速箱 也是保留的原车 驾驶室的一个中控内饰 那么小黄再来详细的更新一下 这辆车的一个改装进度 以及跟我们前一辆车 具体有哪些方面的不一样 这辆车的话 我们对比我们左上角的布局图 看一下进门 对面的话还是一个卫生间 只不过在这个卫生间的话 变成了一个卷帘式的 一个隐藏式的卫生间 后部依然是一个L型的沙发区域 那么这个L型沙发的话 它不同于我们上一辆车 它到时候是直接坐到了我们界面上 没有前一辆车那个台阶 因为这辆车装配的是一个12伏的车载的变频空调 也是分起变频的一个方式 那么这辆车会是一个五座的设计 也就是说我们副驾的话会是一个单座 然后结合咱们一个卷帘式的卫生间的设计 能够从我们后部进入到驾驶室 非常的方便 那么在车身内部的左侧 依然会保留我们上一辆车的小型的橱柜区域 这样子的话整个汇客会非常的便捷 现在整车的保温隔音隔热也已经顺利完成 咱们是在原车车体上 粘贴了3.5公分厚的这种隔音隔热棉 然后会在基层粘贴止震板 在缝隙的位置打上我们的发泡剂 三重防腐能够保证我们整车的保温效果非常的强悍 这辆车的基板格采用的是一个咖啡色和白色相间的这种方式 整个纹理特别清晰 厚度1.5毫米 非常的耐磨耐用 也非常的便于清洁 这辆车整车都会进行一个软包处理 咱们采用的是这种非常轻柔的超纤皮 质感非常的好 像我们这个侧面的饰板 也是进行呢 这种超纤皮的包式 摸起来非常的有温度 低纳窗的内熬的区域 我们也做了一个内熬的造型的处理 那么到时候整车的内饰板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么总结起来的话 跟上一款车的一个布局 我们这辆车是一个五座的设计 少了一座 然后我们这辆车因为使用的是12V的分歧变频空调 所以取消了上一辆车的一个台阶 能够让我们的内部活动空间更大 然后在我们驾驶座的后面 变成了卷帘式的卫生间 让我们整车通透性更好 那么这辆车目前的一个改装进度的更新 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么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固定好我们的内饰板 然后接好整车的电池以及逆变气 那么小黄今天对于同一款车型 同一种布局两种不同的形态的一个介绍就到这里结束了 其实小黄一直以来也是非常认可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小需求 那么我们会根据您的这些需求 会做一些人性化的调整 那么今天小黄的介绍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 可以在小黄的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私信小黄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